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联邦疾控中心今天表示 辉瑞或莫德纳新冠疫苗的第三剂加强剂 迄今出现的副作用与第二剂相似 这代表根据真实世界中使用疫苗的早期数据 接种加强剂没有意外的不良反应 该机构表示第三剂mRNA疫苗接种者报告的 大多数是轻度或中度的副作用 大多数发生在接种疫苗后的第二天 CDC的数据与国外卫生当局的类似发现想呼应 这些国家已经推出了辉瑞疫苗的加强剂疫苗 比如英国和以色列 辉瑞还报告了其加强剂试验的类似结果 在提交给食品药物管理局疫苗顾问的一份文档当中 出现的反应大多为温和之中度 而且都是短暂性 虽然CDC和FDA已经建议并授权为老年人 和那些有严重新冠风险的人接种加强剂 但卫生官员呼吁有资格接种的年轻健康成年人 在接种之前 权衡其益处和风险 在今天牛津大学和国家健康研究所公布的一项大型研究显示 37%的患者在感染病毒3-6个月后 至少出现一种长期新冠症状 牛津大学在调查了超过27万名康复新冠患者的症状后表示 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呼吸问题疲劳疼痛和焦虑 根据这项研究 以前曾因新冠肺炎住院的人出现这种症状的频率更高 而在女性中则更为常见 研究表明老年人和男性有更多的呼吸困难和认知问题 而年轻人和女性则有更多头痛 腹部症状和焦虑或抑郁 研究还表明与那些患有流杠的人相比 感染新冠后康复的人更容易出现长期症状 YouTube今天表示将对该网站上的反疫苗和虚假信息影片采取封锁政策 除此之外 多个健康医学类的频道也遭到关闭 其实在2月份包括YouTube在内的多家社交媒体公司 就表示禁止散播虚假疫苗的信息 但YouTube今天强调 看到有关新冠疫苗的虚假信息在网站上大肆传播之后 他们必须实施更广泛更严格的禁令 根据这份声明 所有声称已经获得批准的疫苗是危险的 会导致慢性病、自立症、癌症、不孕症 或可以追踪接踵者等等的内容都将被删除 而且范围不限于新冠疫苗 包括麻疹、乙性肝炎等其余疾病的疫苗 也都在该政策的范围之内 两届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克莱特·凯勒 今天承认了一项与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有关的刑事指控 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的检察官驳回了他其余的6项刑事指控 预计他将遭到21到27个月的监禁 根据当时的影片来看 克莱特·凯勒在当天身穿了一件背面印有美国字样的夹克 出现在国会大厦的中心大厅 并且与国会大厦的警察发生了退击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 晚期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